先落寶 見是你,給你面子 有什麼類型的女生是適合跟A5拍拖的呢? 有什麼類型的女生呢? 是適合跟A5拍拖的女生 不是啊,她針對她個人 她針對她個人問現在有什麼女生適合她 陽性的女生,好像是,測過了 再看看是什麼 看看準不準 比較賺 咦,對啊 剛剛不是說了嗎? 昨天不是說了嗎? 你又問的嗎? 不要緊,我已經開了牌了 除了這幾個,我看看 除了這幾個特質,我看看還有什麼類型的女生適合你 因為她現在出了 有權杖的,有陽性的牌 真的有陽性的牌 真的有陽性的牌 昨天說是下一任 這次說有什麼適合我 對呀 我被阿軒混淆了 那個是下一任 這個是有什麼類型的適合你? 哦 明白 她第一章已經出了聖杯測 有什麼類型的女生適合你? 嘩 其實這個人呢 有機會就是 因為後面出現了一張聖杯的伯仁 夢中見 可能那些牌子說今晚早點睡 不是 不是 那個類型呢 都可能是自己沒什麼目標成的 對,自己沒什麼目標成的 她自己都未必知道自己想要什麼的 那個類型 如果出得聖杯測和聖杯伯仁 她可能會沒有什麼特定的目標 這個女生 而且她也是一個比較靠感覺的人 對,靠感覺去 靠感覺去 看看我跟這個男生合不合 她也是很講感覺的 很講求 但是她沒有什麼特定的目標 這個女生 這個類型 憑感覺行事的 都有點SF的 都愛幻想的 這個女生 都有點像宅女 其實 宅女也是那種比較SF的感覺 就是有招就要 不是 不是有招就要 就是她會覺得看合不合感覺 合不合感覺 合我感覺我就會去 但是如果不合感覺 感覺不對 我就不會繼續 但是她 沒有什麼周長的計劃 這個女生 這個類型 是沒有什麼周長的計劃的 拳杖的 騎士逆位 行動力偏向低一點 她可能 自己都不是一個很 主動的人 被動的角色 我覺得她是 被動的角色 就招放在鮑魚 舒服 就叫對 當然不是啦 屌 屌你啊 當然不是啦 你要叫雞 就是 有時候 兩個都被動 怎麼搞 就是 有時候是 反過來你要做主動那個 還有 合不合感覺 就是看那個感覺 感覺是很虛無 很虛幻的一件事 有時候是 好像水象星座一樣 因為她出了聖杯的 伯仁 就是 很多東西都是 感覺這些東西 沒得說的 感覺對的就是 在座各位 如果是水象星座的朋友 就知道 合感覺是什麼意思 就像阿俊仔一樣 你適合感覺 是形容不了的 你覺得適合感覺 就適合感覺 感覺到的時候 就是那個感覺 我不懂得形容 沒有一個特定的目標 你覺得是有感覺 就去 走 覺得適合感覺 感覺很難形容 每一個人 對適合感覺的定義都不同 就是這一種感覺 這個女生就是一個 適合感覺就去的人 對 沒錯 因為我本人是雙魚座 有時候覺得 對 就算我看到那個男生 有很多缺點 我明知道那個男生 是不適合自己的 我也照樣去 因為我覺得 很英俊 他適合感覺 我想想想想 就是 那一刻的衝動 就這樣 看你這麼英俊 我想認識一下你 想面試一下 我給個面試一下 想認識一下你 我會這樣 但我沒有想過 太多實際的事情 原來發現 後來才發現 原來有很多 有很多 我沒有考慮過的因素 在後面才發生 一個缺點就是 適合感覺的缺點就是 原來實際上 一相處落的時候 才知道 原來對方有些事情 都不適合自己 上完PK了 忘了買到 這個是 沒有做安全措施 這個是 專業的問題 你專不專業的 你不專業 對 權障騎士就是 可能 可能 他也是一個比較 由於 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計劃的人 所以他很容易 會很衝動地行事 而造成容易發生意外 就是過分衝動 有時候做了一些 做了一些事情 過分衝動 所以這種類型的女生 暫時你是會 吸到這一類型的女生 我只肯這麼說 吸到 你會吸到 好了就是這麼簡單 好了 下播了 那就要馬上抓他 很變態 好了 下播了 明天再見 晚安 各位 晚安 看看有誰在 C 晚安 俊仔 等我一會兒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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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叉燒牛扒麵 再見大家 多謝你們進來看我 明天有什麼問題 就978 826 晚安 好夢 雖然知道 不會再有可能 不要再想回之前 好嗎 向前看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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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 晚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